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绿豆是夏天的必备食物 熬汤、煮粥都是解暑的好食物 吃绿豆呢,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有的朋友就不喜欢煮粥或者是熬汤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绿豆不一样的做法 做法简单,营养又美味 首先把准备的绿豆倒入碗中 加入适量清水 把绿豆清洗一下 洗去表面的灰唇 洗净后,酷水捞出来 放入另外一个碗中 再次加入清水,给它浸泡一个晚上 看看,这是我泡了一个晚上的绿豆 每一颗都变得胖乎乎的 我们把水分过滤出来 再倒入碗中 加入清水 把它淘洗一下 把绿豆控干水分 放入电饭锅中 加入清水不要加太多 能摸过绿豆就可以 浸泡过的绿豆会吸收太多的水分 盖上盖子 选择煮饭功能键把它煮熟 接下来碗中倒入300克面粉 加入3克酵母 加3勺红糖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往里面倒入2个鸡蛋 把它搅散 接着加入一袋牛奶 250毫升 边倒边搅拌 把它搅拌成这种粘稠一点的面糊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 饧发至两倍大 接下来碗中放入一把葡萄干 加一勺面粉 一勺盐 先把它搅拌均匀 让每一粒葡萄干上面都裹上面粉 然后加入清水 葡萄干上的褶褶很多 面粉呢有很好的吸附性 可以很好的把葡萄干上的灰尘和杂质吸附出来 盐呢可以起到消毒和杀菌的作用 多抓洗一下 再多换水清洗几次 这样葡萄干就可以清洗得很干净了 洗净后控干水分先放在一旁备用 这个时候呢 绿豆已经煮熟了 看看已经煮得非常的软烂 把它盛出来装入碗中 往里面加一勺白糖 把它搅拌均匀备用 现在面已经醒好了 把保鲜母撕掉 看看里面全部呈现蜂窝状 然后把绿豆倒进去 搅拌均匀 顺便给面排气 接下来准备一个模具 在底部及周围刷上一层食用油 这样更方便脱模 撒上一层黑白芝麻真香 再把面糊倒进去 用勺子把它铺平准 再振动几下 蒸出里面的气泡 然后把洗干净的葡萄干 摆上去 先麻烦的 可以直接撒上去就可以 再盖上那高温的保鲜膜 揉锅中多加入一些清水 把面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 遏制醒发10分钟 10分钟后 开大火 把水烧开 烧开后转中小火 整半个小时左右 时间到后 先给它焖5分钟 再打开盖子 把它取出来 哇 好香啊 一股浓浓的绿豆香味 扑鼻而来 再用一个铲子 往室中这样扒一下 更方便脱模 把它倒扣出来 看看这样做的绿豆发糕 非常的蓬松暄软 底面也非常的好看 我们再把它翻过来 用刀切成小块 用绿豆来做发糕 简单快速 只需要用筷子嚼一嚼 发酵一下 就上锅蒸 这样呢 可以当主食 可以当零食 吃一口 有绿豆的香味 非常的好吃 不黏牙 出锅家人都非常喜欢吃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关注我吧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atrecah 我下个视频 我下个视频 我也下顺 我下跌